今天,是从北斋阔洛的小长假回到现实,生活般专的第一天,一点点的忧伤一点点的难过,何以解忧,没有剁手,买了入秋第一件衬衫,第一件风衣,自然还要有在买一双新鞋,来成就美丽的你。 而在秋冬季节,可供可蒙的短靴,成为利用率最高的鞋子No.1,在刚结束的春夏时装周场外各路时毛巾也实力带获了一把,圆头短靴对身材的挑剔程度不比肩头短靴,所以身材娇小或者腿部比例不够完美,的小仙女可以pick,而肩头短靴则会一丢丢drama效果,会增加脚长的比例, 所以比较适合高调的小仙女,不会显得头重脚轻,在跟高的选择上,平底或者粗跟的短靴会比较休闲,如果是逛街等步行久一点的活动,可以优先选择呢? 细跟短靴则会有浓郁的成熟气息。 单品推荐,pro的参考价格,7930元分的参考价格,9359元Gucci参考价格,8000元给的参考价格啊,12972元选好了短靴,怎么穿搭也有讲究的。 比如短靴可以利用探来它配置叶感强的铅笔裙,分分钟变身杂志设理时髦的时装编辑。 如果把铅笔裙换成短一点的manage搭配短靴,弱化了甜美的属性加成,流露出自然因伦街头风的个性与优雅。 如果像我一样懒的话,可以尝试一下短靴配连衣裙的组合。 短靴搭配休旋通勤感比较强的衬衫裙,背衣裙等款式在不出错的基础上,也有very very chic的时尚感。 换成少女犯一点的浪漫精致吊带,碎花等连衣裙款式不仅不会突兀,还有一种混搭的优雅。 短靴搭配连衣裙长度的风衣,是比较正统英伦风的打开方式。 如果在风衣里内打一条连衣裙的话又可以展现多一个层面的虚可感。 短靴再搭配裤装注意两个原则即可,露合同,露的意思就是在裤子裤与短靴之间要有留白的空隙,所以要选择九分长度的款式。 在设计上,裤脚处有毛边设计的款式,还能够增加造型的重点细节,自然而然也就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了,没有牛仔裤的也不要慌。 自己把上卷多几层,也能改造九分裤了,不然连着短靴完全没有透气感。 不仅很难看,也会不舒服。 好像有什么东西隔着脚踝,裤脚设计比较宽松的裤子跨顺,就可以不选择九分。 即使是正常长度,也和短靴的接轨处流有放松的空隙感,也不会慢慢的。 比如喇叭裤或者直筒裤,广州的傍晚也渐渐寒一四起,北方的小伙伴早已穿上开山卫衣,这波球冬季的短靴种草,你被安利了吗?